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有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九百二十二集 杜灵飞的身份 夜幕降临 海浪拍案的声音十二传来 使得这本应该安静的夜里洋溢着一种迷人的波浪声 这声音起伏传入白小春的耳中 拍戏大作的白小春此刻心中也慢慢平静下来 在战舟上他已经想得很清晰 这一次来到通天岛除了寿元丹外 就是看看侯小妹是否安全 再就是将自己心中的执念向杜灵飞求证一下 他没有去回忆过去 只是盘西坐在那里安静等待 通天岛的威亚依旧扩散整个岛屿 尤其是在这深夜中 在这天地间只剩下了海浪声势 这威亚似乎更强烈一些 使得如今居住在通天岛上的所有人都心中生起无限的敬畏之感 修为越高之人 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 因为他们能隐隐的感受到 在那通天岛大圈核心之内存在着一股 让他们只是略微感受 就会牺牲颤抖 修为也都不稳 似对方一个念头 就可让自己崩溃的气息 这气息至高无上 甚至就连苍穹在这气息面前 也都无法展现半点威严 仿佛天虽高 可若这气息的主人有意 可以让苍穹向他低头 这种气息 这种霸道 这种尊高 放眼整个通天世界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 那就是天尊 这种认知 让如今通天岛上的死脉修士 一个个都心情激荡 忍不住去想象这一次的天尊收徒 想到他们中会有一个人成为天尊的弟子 此事就让他们激动 就算是天人 也都难免心情起伏 实在是这一次 天尊收徒没有规定 只收元英 实际上 只要是元英以上修为 都有机会 毕竟 这一次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第一个走出失恋之地的修士 此事 虽修为占据很大的关系 可最大的因素 却是运气 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说 天人参与 虽有优势 可却不代表 最终一定能成功 而随着夜色越来越浓 丝脉修士 大都沉浸在修行中 没有人在这个时候选择外出 不是不想 而是不敢 先有杜灵妃警告 后有通天岛自身的威亚 除非是想找死 否则的话 谁也不会去制造这种让人误会之事 白小春一样不会选择外出 他依旧盘膝坐在那里 闭着眼 慢慢等待 直至到了深夜 忽然的盘膝打坐的白小春 他的双眼目然睁开 看向自己坐在居住的大门 几乎在他看去的刹那 一个柔和的声音 从大门外悠悠传来 我可以进来吗 只有一句话 没有下文 白小春坐在那里 看着大门 他的神室内 能看到此刻在大门外 杜灵妃站在那里 不再是白天的装扮 而是换了一套白色的长裙 样子也没有了那种氛围 好似回到曾经的 灵溪宗的装扮 这模样 让白小春沉默扮上后 右手抬起一挥 大门缓缓打开 露出了站在那里 脸上带着微笑的杜灵妃 二人隔着开启的大门 相互的目光凝望到了一起 人 还是当年的人 只是那一句小肚肚 白小春 却再也说不出口 好久不见 杜灵妃眨了眨眼 看到白小春不说话 于是轻笑一声 迈步走了进来 直接就来到白小春的身边 怎么不说话 杜灵妃望着白小春 挖了一下发丝后 轻声说道 此刻月光落在他的容颜上 使得他的肤色如玉一样白皙 整个人在绝美中 透出一股圣洁之意 尤其是此刻随着靠近 从他身上还散出一股清香 让人闻到后 似身心都会平静下来 白小春迟疑了一下 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就说说 你在蛮慌的事吧 杜灵妃柔声开口 没有嫌弃地面脏 见白小春坐在那里 于是夜双膝拢在一起 坐了下来 抱着膝盖 望着白小春 闻着从杜灵妃身上传来的清香 白小春想了想后 简单地说了说 关于蛮慌的事情 关于自己的身份 都没有开口去提 不过最后 他望着杜灵妃的眼睛 深吸口气 开口感谢 谢谢你的天然魂 白小春 依旧是没有告诉杜灵妃 自己天道原因的事情 而对于白小春这里 将蛮慌的事情一笔带过 杜灵妃没有去追问 似乎两个人不管如何交谈 都好似心中藏着事情 渐渐的二人都沉默下来 月光下 这对男女二人明明坐在一起 可他们的心中 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 与距离感 哪怕海浪的声音 持续努力地通过二人的耳朵 试图在同一个声音下 将他们拉得更近一些 也都作用不大 直至许久 白小春再次看向杜灵妃 忽然问了一句 你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 当年白小春去长城前曾问过 那时的杜灵妃答应他 等他回来时 他会将一切告知 此刻 白小春终于问出了这句话 杜灵妃没有意外 自早就想到 白小春一定会问自己 此刻沉默了一会儿 他深吸口气 抬头 与白小春目光凝望 许久 他轻声开口 天尊 是我的父亲 这句话 传入白小春的耳中 尽管白小春在这之前 已经有了猜测 可依旧还是在听到这句话 确定了猜测后 吸神泛起波澜 进而掀起昏田大浪 他的呼吸 不由的就急促起来 连续的吸了几口气 哪怕是确定了猜测 可他依旧还是有种 恍然大悟之感 他明白了 为何这杜灵妃 在星空倒计宗内 如此特殊 如果传言是真 四大源头宗门的半神老族 都是天尊的弟子 那么杜灵妃 在那四位半神老者的墓中 就是小师妹 这样的身份 这样的背景 可以说杜灵妃在这通天世界里 就如同明珠一般 超然无比 可随之 白小春的心中 又生起了疑问 作为天尊的女儿 地位身份 如此超然的杜灵妃 为何要去灵溪宗 为何又出现在了血溪宗 这一切 在白小春心底 重新浮泄 疑惑更多 同样的 也是在这一刻 白小春脑海中 另一个想法 也忍不住 颤抖的生气 他想到了 自己当初 可是吸了天尊的一根血发 此时 他当初就觉得忐忑 可却觉得天尊距离自己很遥远 况且 那头发也是守灵人给他的 所以才硬着头皮 搭着胆子吸收 可如今 随着杜灵妃的话语 白小春猛然坚决的 自己距离天尊 竟如此的近 杜灵妃 是天尊的女儿 难怪之前宗门内 我脸要失败惹下麻烦 星空到几宗的白神老族只是呵斥 但却没有什么责罚 白小春 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侯小妹 也是你安排到这里 白小春定了定神 立刻问道 杜灵妃没有回答白小春这个问题 她温柔的看着白小春 一如当年 在洛尘山外是一样 续久 她带着温和的笑容 起身到了白小春的身前 如妻子一般 为她整理了一下衣衫 动作很是轻柔 如此近距离的贴着 她身上的清香 顿时将让白小春这里 呼吸更急促了一些 帮助白小春 整理了衣衫后 杜灵妃深深的看着白小春的眼睛 表情有些复杂 从她的目中 白小春看到了她的生活 似乎并不如其身份给人的感觉般 快乐与忧郁 反倒是有种深深的疲惫与无奈 这样的目光 让白小春想到了洛尘山脉 想到了当年两个人在一起时的时光 久久没有说出口的称呼 也从其口中轻声传出 小杜朵 在白小春开口的一刻 杜灵妃身体猛的一颤 这个称呼让她的记忆也好似回到了曾经 摆上之后 她轻轻弯腰 在白小春的耳边如呢喃一般说了一句话 小春 小心 好小妹 说完 杜灵妃没有让白小春去看自己的眼睛 她转身一晃 消失在白小春的面前 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